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水好坏 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 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 19种有福之人面向 受人帮助容易富贵 生而为人 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当今社会的各个方面 竞争都十分激烈 想要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 将生活和事业都打理得很好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总有一些时候 我们要依赖别人的帮助 而那些总能够在关键时刻 给你提供帮助的人 就是你人生中的贵人 有了贵人的帮助和支持 很多事处理起来 就会事半功倍 那么什么样面向的人有福气 经常会有贵人相助呢 今天小酱之就和大家说说 一天庭饱满 在面向学中 天庭及人们的额头部位 天庭饱满属于有福之相 额头饱满圆润 没有塌陷 也没有乱闻的人 贵人运都很不错 在生活中多遇贵人 而且从小家境不错 为人心性善良 做事有风度 擅长交际 很少与人计较 人缘不错 少年时期便可一跃成名 男性有此种面向 可事业有成 女性则会嫁一个不错的丈夫 二印堂开阔 在面向里面额头被称为叫做天庭 它主要是讲一个人的智慧 每一个人的神明所在 它代表了一个人的事业 财运 等于额头饱满的人相对来说 都是比较聪明的 很细心的 考虑事情都比较周到 目光也比较长远 是个很心细的人 很乐意帮助别人 这种人比较有原则性 有正义感 所以人缘很好 在工作和生活中 经常会遇到贵人 他自己也会成为别人的贵人 生命是比较大富大贵的 三 田宅宽广 田宅宫指的是位于人们眼睛上方 与眉毛下方之间的位置 在面向学中 田宅宫主要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固定资产 以平满宽广为家 田宅宽大的人 为人心胸开阔 人缘不错 财运甚佳 会有一定的固定资产 不管是在生活中 还是事业上 都常常会有贵人相助 四 耳阔清晰分明 耳朵是采听管 能够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和智慧 耳朵轮廓 清晰分明的人 往往很有智慧 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机灵 交际能力特别强 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非常贴心 会尽量照顾到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这样的人一般也会拥有好的运气 很容易遇到贵人 在自己需要帮助的时候 也经常会有人愿意伸出援助之手 五 眉高 眉中藏智 眉高指的是眉毛与眼睛之间的距离比较宽 眉高的人聪明 有智慧 有谋略 有才华 人脉很广 擅长处理人际关系 贵人运很不错 若是眉毛中有黑色的极致的话 更是意味着此人不仅能够获得贵人的帮助 更是容易获得意外之财 六 黑眼珠多 古代面相学中认为 眼白较少 黑眼珠比较大的人 更容易遇到贵人 尤其是对于女性而言 天生拥有大大的黑眼珠的女生 更有福气 不仅容易遇到贵人 而且所嫁之人 一般都是家境英时之人 七 眼角上扬 眼角上扬的人往往都是心地善良 乐于助人之人 处理问题时也总是站在他人角度考虑 只要有人需要帮助 就会深以援手 智商情商都很高 做事稳重 从不慌张 在实际生活中经常会有贵人相助 机遇多 未来的发展也会越来越好 八 鼻梁高 鼻梁高的人贵人运一向不错 而且多是来自于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朋友 对于男性而言 若是鼻梁高加上鼻头圆圆的 眼睛很有光彩的话 则更是不仅会获得兄弟朋友的相助 更是会娶贵妻 可以这么说 另一半是其一生中最大的贵人 九 唇红齿白 嘴唇颜色自然红润 牙齿 整齐 洁白的人 贵人运很好 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 拥有这种面向 会大大增加 遇到贵人的几率 异性贵人有很多 结婚后 更是会因妻而归 十 下巴圆润厚实 下巴厚实 圆润的人有毅力 能吃苦 对未来 往往有着清晰的规划 信念坚定 年少时期便会积攒一定的经验 等到人到中年时 量便达到质变 后机勃发 往往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 而且经常能够获得他人的肯定和认可 身边一常常会有贵人相助 贵人运非常不错 十一 眉毛直 鼻梁高 这类人多得朋友兄弟相助 如果眼睛有光彩 且鼻头圆的 不仅有兄弟相互扶持 还多得贵妻来助望自己 另外 眉毛中若藏有黑极致 除了表示此人财运通达 亦得意外之财外 还表示此人多能获得贵人帮助而成功 如眉毛中藏有浅灰恶质 则做事会多有不顺 会遭遇大的意外 十二 嘴唇有棱角 嘴唇有棱角的人说明做事负责 能够说到做到 并且不会轻易的许诺 但说过的话一定会做到 不会说大话 更不会做自身难保的事 不会随便评价他人的功过 他们宁愿让别人辜负自己 也不会负人 口碑比较好 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时候 会理性思考 能够做出最好的选择 十三 山根隆起 山根是沟通贵人与自己的桥梁 山根在两个内眼角的鼻梁处 如果山根低矮塌陷 那么这是最下的面向 只有山源龙 不坚耸 不塌陷 不过于突出 那么这样的面向 最容易接近贵人的 十四 眼睛白少 眼白比较少 眼黑较多的人 看起来非常的和善 为人善良 没有什么坏心思 做事也是踏实能干 很会协调沟通 意识坚定 有自己的想法 做法 而且能够很快的找到感觉 和身边的人能够打好关系 很乐意与别人合作 是天生的领导人面向 思考事务时有自己的主见 不会随意的答应别人 但答应的就一定能够做到 社会地位高 做事勤奋踏实 能够在逆境中越来越好 十五 嘴唇有棱角的人 嘴唇有棱角的人 办事能力真的很不错 而且也会给人一种责任心很强的感觉 努力之后会让自己事业有更好的发展 其实这样的人真的是说到做到的 如果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 不会轻易做出承诺 答应过他人的事情会努力做好的 相信自己一定能获得成功 对于他人的事情不会理会太多 就是希望自己能有更好的未来 坚信自己努力之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而且经常都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 十六 全股有肉的人 人们的全股面向与事业运势关系很大 而全股有肉的人 做事方面相当有魄力 而且对于权力方面也是很重视的 为了让自己能获得成功而付出很多 相信自己一定会超越身边的人 这样的人为人处事方面也是很好的 所以有着不错的人际关系 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很受欢迎的 在职场中也会遇到贵人的帮助 事业运势会越来越好 在工作方面真的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十七 眉长过目的人 眉毛过长的人 古人常说眉毛过目即良相 意思就是说眉毛代表了一个人的理性 如果说这个人的眉尾长过眼睛 是特别好的一个面相 但是也不能太长 不然的话就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 这种人都比较有智慧 也比较有理性 这种人的内心很宽阔 很有同情心 很乐意帮助别人 自己组上的基业非常好 眉毛在面相中又叫饱寿宫 一般眉毛长的人 也就是说比较长寿 像书上面说眉毛长过 目中只有路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的人缘非常的好 朋友也多 也有贵人 十八 耳高如提的人 耳高如提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耳朵会比较高 像是让人用手被提着一样 古话常说 高如提的人容易少年成名 这种人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 做事情也比较专注 学习能力很强 善于听别人的意见 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 非常懂得尊重别人 而且很有包容心 特别懂得为别人着想 身边的贵人不断 他自己事业上也是顺风顺水 非常有富贵命 十九 木藏鹰气的人 木藏鹰气的人意思就是说 双眼非常的有鹰气 古语说木藏鹰气 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在少年的时候 就非常聪明 可以高中状元 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前程 这种人一般都目标很远大 有自己的理想 然后能力也是非常出众 性格温和 做事沉稳 有担当 是贵人之相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